萨米尔和阿兰是一对结婚不久的恩爱夫妻 正当他们憧憬着幸福未来时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他们先后失了业 经过三个月找工作无果后 萨米尔决定通过劳五中介 去往苏丹国的诺曼挣钱养家 背景理想前途未知 妻子阿兰执意要和他同甘共苦 便也填了工作申请表 萨米尔本来计划着 由他先去诺曼安顿下来 之后阿兰再过去 但没想到阿兰的工作签证先下来了 而且第二天必须得启程 萨米尔不放心 阿兰独自去往异国他乡 中介员表示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就需要再等上一个月 同时劝为萨米尔不用担心 与阿兰同行的还有好几个女孩子 阿兰也觉得机会难得 无奈之下 萨米尔只好一一不舍送别了阿兰 然而第二天傍晚 萨米尔就接到了阿兰的求救电话 不等他们多说 电话被一个男人挂断了 萨米尔再拨过去 已是关机状态 他顿时心急如焚报了案 然后带着警察去质问中介员 把他机子送到了哪里 中介员也很慌张 说他正准备通知萨米尔的 诺曼那边给他打了电话说 他们并没有在阶级点接到阿兰 警察得知情况后告诉萨米尔 由于阿兰是在国外失踪的 萨米尔只能去当地 找印度大使馆和当地的警察寻求帮助 接着 萨米尔从中介员那里要来了 诺曼那边的电话和地址 又威胁着中介员 给他快速办理了旅游签证 当天晚上就坐上了 去往诺曼的飞机 次日 萨米尔走出机场 第一时间让出租车司机 送他去了外汇兑换点 他购买了一张本地手机卡 迫不及待 给这边的中介员打电话 但两个号码都是无法接通 于是 萨米尔便想按照地址找过去 可司机大叔却表示 他开了21年的出租 可以肯定 这个地址是错误的 萨米尔这才意识到 他被中介员骗了 司机大叔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得知萨米尔是来找失踪的妻子的 便带他来到当地警局报案 警局里 萨米尔打回国内才得知 中介员早已跑路不知所踪 而当地警方告诉萨米尔 为非法入境者提交失踪报告 必须得到印度大使馆的验证和申请 萨米尔急忙赶到印度大使馆 接待人员对他的遭遇深调同情 但需要等到后天 副理事回来后才能处理 阿兰害怕无助的声音 不停地回荡在萨米尔耳边 他一刻都无法躲等 在他的万般恳求之下 接待人员答应 给副理事的助理发一封紧急邮件 萨米尔本以为 求助大使馆就可以尽快找到妻子 没想到仍是困难重重 人生地不熟的他 只好联系了司机大叔 两人聊天之际 司机大叔接了一个电话 萨米尔这才猛然想起一个重要线索 他可以从妻子打给他的电话号码查起 萨米尔随即来到营业厅 编了一通谎话 从工作人员那里获知道 居主教谢拉兹 登记地址在 主城区300公里外的一个乡村 萨米尔按照地址找过去 却从房子主人口中得知 谢拉兹几天前就搬走了 刚有一点线索 又断了个干净 萨米尔只能失望而归 多亏司机大叔人脉宽广 他托一位朋友帮忙打听到 谢拉兹其实是个皮条客 听闻消息 萨米尔顿觉天选地转 愈发担心阿兰的处境 在他的恳求下 司机大叔决定 带他去当地的两家窑子碰碰运气 窑子会把女孩们的照片 做成小册子让顾客挑选 萨米尔翻看了所有照片 并没有阿兰 老板不满道 你怕不是来找仙人的 司机大叔便又带他去了 另一家规模较大的 没想到阿兰真的在这里 萨米尔颤抖着手 紧张得无以复加 不巧的是 阿兰正在上中 萨米尔猛地站起来 攥起拳头 突出三个字 我等等 没两分钟 阿兰被带了进来 当他看清日思夜想的丈夫后 脱口而出萨米尔的姓名 窑子老板顿觉事情不妙 抱起发难 被萨米尔一棍子闷倒 随着老板一声号令 一群打手围堵在了走廊里 由于对方人多势众 阿兰再次被带走 萨米尔怒郁冲天 奋力厮杀 一套咏春刀法血剑四方 窑子老板见手下死伤惨重 便拿出了枪 萨米尔果断从房顶处逃离 司机大叔过来进 被打手袭击 萨米尔见状 只好向前带司机大叔离开 就在他们终于摆脱了 对方的追击之时 却因车速过快发生车祸 双双昏迷过去 好在 警察赶到现场 把司机大叔送去了医院 萨米尔则被带到了警察局 印度大使馆弗里士寄到消息 急忙来警局见到了萨米尔 萨米尔便讲述了 他千里寻弃的前因后果 经大使馆核对了萨米尔的详细信息后 警方便将此案移交给了国安局 国安局的佳琪将军 命令小胡子和一位女警官尽快破案 警察 在萨米尔入境的当天 那个号码的主人谢兰兹就被杀害了 萨米尔声称 见到过妻子的窑子 已被伪装成了这一场 无据可查 小胡子和女警官调取机场监控看到 当晚 阿兰和同行的几个女孩出了机场后 坐上了一辆黑色商旅车 但嫌疑人 很狡猾地避开了摄像头 看不清她的脸 加上夜晚光线昏暗 车牌号也拍得很模糊 与此同时 阿兰等几个女孩被转移到了别处 警方也不慢 调查很快有了进展 据查 某租车公司有这种型号的商旅车 根据租车公司的GPS记录显示 有辆车在阿兰入境当晚 确实抵达过机场 租车人是 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 大光 资料显示 大光来自阿尔及利亚 是位成功的外国模特经纪人 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能证明 阿兰的失踪与大光有关 所以不能贸然打草惊蛇 只能先派人对其进行监视 这边 大光得到除掉阿兰的通知 两个小时后 警方就接到匿名电话 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女性尸体 虽然尸体严重烧伤 无法进行面部识别 但从旁边 未烧进了印度护照 和受害人的项链来看 基本可以确定 这就是阿兰 妻子的死 让萨米尔悲痛欲绝 她就地安葬了阿兰后 小胡子代表国安局 把萨米尔送到了机场 而此时 女警官接到法医报告 上面显示 受害者的身高等信息 与阿兰的并不相符 女警官意识到 阿兰还活着 急忙通知机场 南下准备回印度的萨米尔 但机场方面 并没有萨米尔的登机信息 女警官便推责 萨米尔留下来 肯定是为了给阿兰报仇 正如女警官所料 萨米尔怎么可能就这么回国 她在大光的模特网站上留言 谎称她是来自约顿的模特 希望能与大光见个面 接着 她又在司机大叔的帮助下 与黑市买了一把手枪 大光这边很快回了信息 给萨米尔发了一个见面地址 司机大叔想和萨米尔一起过去 被萨米尔拒绝了 此去凶险 她已经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 只希望司机大叔 能把她葬在阿兰旁边 司机大叔回家后 从女警官口中得知 阿兰和活着 便说出了萨米尔要去的地址 这边 萨米尔到达目的地后 带着头杀 装扮成女人的样子 顺利来到大光面前 然后突然掀开头杀 拿出了枪 大光假装示弱 趁其部位发动反击 与萨米尔扭打在一起 大光皮糙热后 极难对付 关键时刻 辣椒面立功 萨米尔一锤定音 随后 他拿出阿兰的照片 让大光死个明白 大光告诉他 阿兰还活着 萨米尔认为 这是大光为保命说的谎话 根本不相信 说着 就准备一把火灭着这个人渣 性命攸关下 大光急忙说出 阿兰就在停车场的卡车里 正在这时 小胡子和女警官 带着司机大叔赶到现场 经过司机大叔确认后 萨米尔才相信 阿兰真的没死 大光看到小胡子来到 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 小胡子竟和大光的人贩子是一伙的 女警官虽反应迅速 却还是慢了一步 肩膀中枪 眼看小胡子要干掉萨米尔 女警官奋力起身 缠住小胡子 给萨米尔赢得脱身机会 萨米尔也不说帮忙 静止来到停车场 果然在一辆卡车里 发现了阿兰 但车厢上了锁 他便打算先开走卡车 司机大叔上车时 被挣脱绳索的大光 开枪打中了腿部 腾得倒吸一口凉气 屋内受了伤的女警官 不是小胡子的对手 惨遭杀害 随后 小胡子打电话到局里 栽赃萨米尔杀死了女警官 并对萨米尔下带了 格杀勿论的命令 大光在后对萨米尔紧追不舍 有枪不舍飞往车上靠 被萨米尔利用视线障碍 撞翻车子 无力再追 这边 小胡子跑去 向幕后大老板汇报情况 他埋怨大老板 不该留着阿兰 否则也不会惹出现在的大麻烦 大老板却表示 阿兰已经有了买主 他不能言而无信 所以才弄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和让小胡子结案 只是没想到 萨米尔会来寻仇 而远处的一名 负责秘密监视大老板的警官 正好拍下了这一切 萨米尔打电话 给复理士说明 小胡子是内鬼 可复理士却从 加齐将军那里得知 小胡子指控 萨米尔杀死了女警官 萨米尔得知情况 便冲出警方的重重阻拦 直接把卡车开到了国安局门口 他又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 此时 加齐将军已经看到了 小胡子与大老板勾结的照片 真相不言自明 小胡子不知身份 已经暴露企图灭口 被将军的护卫及时拦下 最后 小胡子在男人间的对决中 忌不如人败下阵来 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生命代价 阿兰等十几个女孩 也被悉数解救 当然 仗义相助的司机大叔 并无大碍 就是可惜了 无辜的女警察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